洛杉磯水電局表示 每個星期一次的灌溉將會對節水是最有效 但就很難找到可以適應這種灌溉方式的庭園植物 又或者是草坪 不過該局認為 洛市現在也不需要採取這樣的節水限制行動 最少今年的夏天不需要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夏洛帕 近日在加州最為繁忙的57、60號公路交匯處 召開了新聞發布會 講述了他的加州道路、高速公路 以及橋樑的數十億投資計劃 他還強調了參議院共和黨計劃 在參議院所提出的SCA7 憲法修正案 這個修正案是防止了交通付稅用作在其他途徑 而非應用在復收加州公路上面 夏洛帕表示 57號和60號高速公路的回流署 被評為西海岸最糟糕的貨運平頸 他強調會流署作為加州貨運延遲 及交通事故最高的路段 這個路段每小時交通流量近10萬兩次 但夏洛帕及其他與會人士在記者會上提出 57號和60號高速公路堵塞 只是因資金缺乏而無法進行改善的交通項目之一 有許多交通基礎建設工程 因為同樣的理由拖延至今 SCA7憲法修正案是防止立法機關 從道路及高速公路建設及改善計劃中移出 自2010年起 已經有超過50億的加州道路 高速公路及橋樑改善預算被挪作他用 夏洛帕表示 SCA7是至今唯一提出的交通基礎建設計劃 其中不包括增稅 以及用於與加州道路及高速公路無關的項目上 他強調 事實上 這樣是阻止未來新的交通稅金被挪作他用 天娜維視片則報導